接著就到這個21年的第10題 今天我們會有兩個graph 一個叫做f,就是y等於開方x2次加36 一個叫做g,就是y等於負開方20-x2次加16 x就會變0-20 現在有一個moving point在f之上,我們叫p 現在有一條垂直線,就會穿p 但同時間這條垂直線都會穿g於q點 聽到這裡應該不知道我講的什麼,穿g於q點已經不知道我講的什麼了 所以我們可以畫一幅圖出來 你會看到這個f,你看它的高度一定是正數來的 因為你看開方圓一定是正數 所以實際上它應該會是這樣,我隨便畫而已 這個就是f 然後g你會看到由於這裡有個負,但我們開方出來一定是正數 正數成負數,即它的高度一定是負數 所以大致上就可能是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的g 現在有一條垂直線,我當在這裡,其實都是暖畫而已 它就會穿f於p點,但同時間會穿g於q點 它就說如果p的x座標叫u,p的x座標叫u,我們知道q的x座標也叫u 但同時間我們會知道它們的y座標分別會叫u²加36 以及是這個負開方20-u²加16 然後它就說p的長度是minim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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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 所以它們在垂直線之上 所以它們的長度 在這裡留了一個開方 就會是它們的y座標的差距 所以PQ的長度就會是開方 u2次加36 減負 OK減負開方 20-u 的2次再加16 所以就會是開方 u2次加36 再加開方 20-u的2次再加16 所以我們就可以減負了 DPQDU就等於 1over2開方 u2次加36 再減負裡面就會出了2u OK 減負右邊那塊 一樣就是 2開方 20-u的2次加16 那減負裡面那塊就會是 2乘以20-u 再多一個就變成負1 由於它是一個minimum 就是一個turning point的時候 所以我們會 這個D1次等於0 if DPQU等於0的話 OK 我們留意這裡有個負1 所以你可以把它放在右邊 所以你就會看到是u除開方 u2次加36 是等於 我將這兩個2弱了 那你看右邊其實這兩個2都可以弱了 等於是20-u除開方 20-u 的2次再加16 就是這樣 起碼做到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就要嘗試去解決那個u出來 你可以怎樣解決它呢 例如我們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可以交叉雙乘了它 那你就會有 u 那就乘以開方 20-u的2次 再加16 OK 是等於開方 u2次加36 再乘20-u OK 其實你看有一個開方根在這裡很難搞的 所以不如就左右2次座區 左右2次座區 這樣我們就會有 u2次乘以20-u OK 乘以20-u 的2次 再加16 就等於 u2次加36 再乘以20-u的2次方 就是這樣 即是各自2次座區 所以我們爆一爆開它的話 你就會有 u2次 20-u的2次 再加16 u2次 是等於 u2次乘以20-u的2次 再加36乘以20-u的2次 那你見大家都有u2次乘以20-u的2次 所以就16u2次是等於36乘以20-u的2次方 這個你可以左右開方了 但你記得要加回正乎 在其中一邊加回正乎 所以你就會有 6乘以20-u 是等於4u 或 6乘以20-u 是等於負4u 所以這個位的時候你就會有 120-6u等於4u 即是 10u等於120 u等於12 右手邊就會是 120-6u等於負4u 即是120等於2u u等於60 但我們說其實u是甚麼 u是x的座標 但我們說x座標是0-20 所以這個就不會是 但同時間不是說你計算一個值是maximum 你還要檢查它是不是真的 是maximum 所以我們就要把它代入 fd一次 你看到就在 這個位 因為你也不會再上d一次 所以我們就會在 dpq du s u等於12 細小小 dpq du s u等於12 大小小 這個位置是正確的 我們就可以用3650p這部計算機 我們就可以打回 我們今天d d當然是dpq 所以就打回dpq 開方 x的2次加36 我們沒有u就唯有打x 再加開方 20-x 的2次 再加16 sakku 我們說d完之後就想代12小小小小 所以就打回12-0.001 出來 可能這個 是負數來的 OK是負數 負數是好事來的 因為它說如果是minimum是先跌後升的 所以看到負數是OK的 然後再代12大小小小 所以就加0.001 應該是正數來的 是正數來的 所以我們知道就是這個 pq to adding 這個minimum when 這個u等於12 所以我們就會知道 a應該等於12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parta的答案